网页版的 还行300万150帖不亏 哦 琴音三叠的武器 刷任务用出一个琴音三叠还是酷的 第一个拉 第二个拉 第三个啊 491拉 老板的一个物理系的梦想 684的高尚 617的命中没有报 魔力31跟物理系关系不大 女的魔族暂时没有物理系 这次大概有可能要出 波这把武器的属性不够 451琴音三叠 利耐双加 伤害国标双加不对 441白板451拉基 回魂咒加32体 用处也不是大 综合还是不赚啊 老板这把武器呢 给号加不了多少钱啊 就是这把武器虽然是专用的 但是 给号加不了多少钱 那个法系呢 一般要神用 物理系的话 这个属性用不了 617除以3加684啊 初伤的话是889 还有减去29减去10 也就879的物理系的武器 不值得打15段宝石 不值得点满修炼 所以这把武器呢 就多少有点可惜了啊 虽然是梦想 但是用处基本没有 女拔木用可以 如果说偏 如果说非得硬安成一个门派的话 女拔木是可以 但是他要转女拔木 并且人修点满 宠修全满 然后再打点宝石 然后只为了多十几点伤害 十几点灵力 但是缺少双加啊 他只是单加 而且没有神用 所以说没有一个人会专门给这个武器打到15段宝石 起码神器 去玩一个法系的啊 神木林也能用 神木林女拔木都能用 但是法系武器一般不值得 一般法系只为了项链去专门弄号 没有特别厉害的法系是在专用武器的 武器的话 现在神佑是第一发系的 那个无射魔羯对人物不生效 如果对人物生效的话 神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是那个无射魔羯对人物生效的话 163生效 神佑生效的话 开始是14000血啊 给你打完了变成12000啊 打成变成8000 打成变成7000啊 打成变成5000 神医是少一点血 但是这个无射魔羯对人物不生效 女大唐女天机啥都可以用 就是哪个都可以用 但是哪个用起来都不强 大唐官府用的话 初伤879的武器 藏宝哥直接买飞砖用的也没有多少钱 势能用 就是不屌啊 啊 这么说吧 159级的合格的物理系的武器的话 1040啊 这把武器是达不到的啊 他这把武器是125加上879 初伤的话 一千零次 差了三十四点 三十六点 所以说这把武器坚定了 老板你就等于忘了他了啊 他只是一个过客 没法感谢我们的人生 差点意思 十三十五万